大家好,我们是小妇人说书 我是喜欢自由的玛格 我是热爱阅读的Jo 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书籍呢 就是玛格丽特·艾特伍的《石女的故事》 它现在的作品光台湾翻译就已经有一个系列 就是天培文化 他们就出了玛格丽特·艾特伍的一整个系列的翻译小说 基本都还不错 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 今天想要讨论这《石女的故事》呢 它是一个架构在未来时间点的一个反乌托邦的小说 它里面的架构呢 就是我们先跟大家概要一下 其中有几个特别的角色 因为它这个《石女》呢 它是来自于《圣经》的一个典故 后面也会说明 这里面它主要的主轴是来自于《石女》的一个叙事角度 然后这个《石女》的名字就叫做奥福福瑞德 它是以福瑞德的视角式来叙述这个整个过程 在这个架空的一个未来时间点里面 我觉得它本来想要描述的那个地点 应该是美国吧 就美国被一群什么激进的分子占领了 对 它把里面的女性分成几个等级 第一个它就是有一个叫夫人的角色 夫人角色它就是象征着在一个有权利 或者是地位的大主教 大主教就是男性的一个地位权利的称呼 大主教的旁边 他们就会配着一个夫人 这夫人就象征着他们的一个像装饰品一样的女性 自身的一个陪衬啦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接下来的角色就是来自于这个主角《石女》 《石女》呢她们就是像书里面会讲到的 就是像移动的子宫 她们是提供给这些主教们生育的一个 工具 对对对 也像是幻想在家里的牲畜 所以她们叫做of的原因 就是她的英文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因为她是一个母牛的开头字 所以她们象征是她们在家里饲养的动物 为了她们而生育的这个角色 那有一种of的意思是 for 这个家庭的一个 一种隶属于大主教 她的名字后面of冠的就是大主教的名字 对 接下来的第三个阶层呢 就是来自于马大 所谓的马大这个角色 长得不那么美貌的女性 然后她们就在家里担任一个 就有点像厨娘的角色 或是打扫家务等等 就是像小女佣那种感觉啦 大部分都老女佣 对 没错 老太太 然后帮佣帮佣的概念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她把女性分成这种几种角色 还有一种叫做经济太太 那为什么叫经济太太呢 她们就是一种 有点像是在路边打零工那种感觉的角色 因为她的叙述是说 她们在这个整个国家里面 是没有特殊的分工 但是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们就得去做 所以就很像 最底层打杂的 打杂的 没错 打杂的 她这个象征有点像是 把女性分成几种状态 就是女性可能在 这整个的生命里面 她可能扮演这几个角色 然后她把她只能做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她在书底面 有一段话写得很贴切 她就说 使女她没有名字 有的只是主人的姓氏 也没有过去 当然也不会有未来 不能阅读 不能言语 没有自由 只能完全信供上帝 红色是她唯一的制服 她存活的唯一任务就是生育 子宫是她生存的工具 就显得非常讽刺 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她把女性变成 她是一个生育的工具 她可能是个陪衬品 她不能有任何的知识语言 她甚至不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 有一席之地 她只是男人的陪衬 我觉得这整个 故事的叙事里面 你会觉得说 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会读起来有点小闷 就想 你发生什么事 她里面有一些蛮 讽刺的桥段 就是包括 为什么会有 使女这个名称 是来自于她 引用了圣经的一段话 她是说 你给我生孩子 不然我就去死 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 我岂能带她做主呢 有我的使女比拉在这里 你可以与她同房 使她生子在我西夏 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利亚说 上帝给了我后代 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 所以就蛮讽刺的是 她利用使女这个名称 去代表说 是一个生育的工具 包括他们说 生子在我西夏 这个象征性的言词 在里面也有一个 很形象化的仪式 就叫做寿经仪式 大主将每个月 在使女可能排卵期的 那段期间 她就会来到这个房间 然后她就会 朗诵刚刚那一段的 圣经给大家听 接下来她们就会 进到房间里面 由夫人抓着使女的手 然后她就会对她进行 强暴性的行为 使她受孕 这整个物识是 架构在这个使女的视角 里面去观察 由她的叙事酒法去 阐述说 她生为使女 来到一个新的家庭 那夫人怎么对待她 然后她平常可能会 跟她的伙伴一起去上街 采买食物 她们不能一个人 走在路上 因为她们可能会被抢爆 然后也不能穿太短的裙子 因为可能会 引起男人的信誉 所以她们就是 非常保守的 每个人穿着红色的 就是刚刚讲到 她们的唯一的颜色 就是红色 她之所以会 让她们穿着红色 是表示红色 是象征惊血的意思 就是是一种 比较污秽的象征词 然后她们就会 穿着这个 她们代表性的颜色 然后去购物啊 然后在路上行走 就是绝对不可以落单 就是要两个人一起走 这个过程当中 她是穿插了 不同的时序感 包括她们刚发生 政变的时候 女主要她本身是 一个有先生 有孩子的 职业女性 然后她在 职业女性的这个角色里面 因为忽然发生政变嘛 然后她的工作 就被剥夺了 她本来的存款 也全部被移到 她放肤的名下 然后变得一无所有 到哪里都 就是撤走 就是没有办法 做任何事情 然后后来她们就尝试着 跟她先生 还有小孩 弄了一个假护照 想要逃离这个基地 也就是她们很像是 在叙述美国的一个 环境当中 想要逃到加拿大 对 然后她们就开车 但后来路上 她们就被拦截了 然后也没有逃逸成功 然后她就被逮捕 变成使女 因为她还有生育能力 然后她孩子 跟她先生都被剥夺了 就是从她生命中消失 所以她的叙事手法 就是包括 她来到这个新的家庭 成为使女 即将为她们 待遇新的后代 以及她之前 就是刚被抓到 她们所称的一个 叫做红色感化中心的里面 去做一些教化 她们就试图 用一些强权 或者是激烈的 比如说鞭打 或者是训斥的方式 让她们去降服于 这个假设性的概念 让她们知道说 她们过去的生活 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 她们的唯一身份 就只有生育 对女主角来说 是个很冲击的 前后的对比 那她来到这个新家庭之后 就是第一个大主角 她本身 在书本里面 其实她叙事 是有点像老伯伯 就是那种白发桑苍 然后感觉很不优的 这种状态 感觉会让你有点恶心 没错 所以为什么 她要跟她这个人 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觉得恶心 她有经营一种 让女性阅读的时候 会感到反感的 一个状态 后来这个大主角 就是可能也对这个女生 产生了一些兴趣 然后她就会约她 比如说去房间 玩平自由戏啊 然后拿以前 已经被销毁的 那些书籍给她看 甚至带她去一个叫做 当铺俱乐部的地方玩耍 就是她在那边 可以自由地做爱 或者是喝酒啊 抽烟等等的 就是在那边 是一个很free 放荡的空间 但是在 她们现实生活里面 狮女是很保守 内敛 对内敛 她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不能有自己的意见 没错 所以是 她就带着她 变装到那个地方去 有点像是 解放她自己 或者是也是 解放大主教的一个过程吧 这狮女来到这个家庭 一阵子之后 她却一直没办法受孕 那夫人为此也感到着急 因为她很想要孩子 然后她就跟她说 或许你可以跟我们的司机 就是叫尼克 然后试图让她受孕 然后拥有一个孩子 即使她不是大主教的 她们可能也知道 无法受孕这个问题 不是出自在妇人身上 而是在大主教身上 所以她就开始跟尼克 有一段 一言难尽的关系 对 没错 她们有一种互相依存 或者是互相得到安慰的一个 自己上的抚慰的状态吧 最后的剧情 其实在一个地方侠然而止 就是她没有解释说 这狮女后来去了哪里 只是说 她后来被车辆带走了 那就一切就结束在这个 第一本的部分 就ending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这部作品出来之后 美国也是翻拍了 就有关狮女的故事 同名的影集 玛格丽塔艾特武又写了 就是可能相隔了蛮久之后 再出了证词 上面也会标注说 是死女故事的续集 那我们之后也会讨论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后来去 看了她的相关影集 导演是一个蛮厉害的人 就是她利用自己的角度 去诠释了这个激烈共和国 她除了 因为像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 我们只能看到 死女一个角色的故事 因为我们在书本里面 我们只能看到 死女一个人的叙事角度 所以我们很多其他人的情感 或者是其他人的内心描述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我觉得在影集里面 是很棒的 把这个所有的 像上帝视角一样 把所有的人都呈现出来 包括她可能会带到大主教啊 或者是夫人 她可能会有一些自我的情绪 但是在书本里面 是看不到这个部分 应该说死女的故事的书里面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 一个叙述者的角度 影集的话 她就是做了很多 补白的这个动作 就是把每个角色 他们在干嘛 都拍给你看 而且她甚至改变了 某些人的命运 试着让这个剧情 可以往更后面 就是连接到 证词的部分去做推进 然后也补足了很多 我们可能在书里面 不太懂说 为什么怕发生这件事情 她让这些故事的桥段 有了解释 如果大家阅读了 这本作品之后 觉得很有意思 也值得去看一下 她的剧集 第一个 她们的概念 是没有差很多的 但是她让你很多 想象断层的地方 就是弥补 上了这些空白 甚至让她变得更有意思 然后有情节性 她的朋友莫伊拉 或者是珍妮的角色 都变得更具体 而且她们在 在这件事情之前 她可能给她的一些 生命故事 然后你读起来会觉得 更有意思说 原来她后面 会发生什么这样子 可能因为跟她之前的 一些经历是有关联的 我觉得她影集 把它拍得太美好了一点 因为在书集里面 你会觉得 大主教应该就是一个 白髮苍苍的脑头 感觉做起这些事情来 就会让你觉得 特别的恶心 不止年龄差啦 就是整体上来说 就是好像不需要 这么的合适 夫人感觉起来 也是一个有点 木讷 没有什么情感性 在里面的一个角色 就真的很像一个装饰品 但是呢 她在影集里面 她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人 就她有她自己的情感 她有自己的表情嫉妒啊 为了这些事情而生气 而且她还会表述一些 她们可能在书集里面 不存在的 她跟大主教的过往 而且她把这两个角色 都找了年轻 帅气 跟漂亮的人 害我们整个的带入感 变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书里面的大主教 不是让你觉得 就是蛮不舒服 甚至她会 有些强暴 使女的那个桥段 画面好像也没怎么样 我觉得影集 某部分来说 她比书更好的地方 也许是 因为她拍了很多 不同的角色 她们自己的状态 或者她们自己的心境 或心路的曲折 所以她会让你觉得 其实夫人 就算是 你在书里面看起来 好像有点 万恶的 帮凶的 这个夫人的角色 她其实也就 也许有很多的 她的 不得不 的状态 影集里面 她之所以会 产生这个叛变 她有一个解释 是因为来自于 这个大主教 就是Fred 跟她太太 塞丽娜 两个人 联合去 提出了这个提案 然后造成 后面的这个结果 所以塞丽娜在 本来她是一个 很有自主性 然后有思想的 女性的角度上面 她就认为 她也是一个参与者 一旦这个 国家被颠覆之后 变成了激烈共和国 她反而变成一个 只能褪去幕后的角色 这个环境 或者是这个舞台上面 也没有擦的发言权了 所以她只能 安于做一个 算是装饰品 或是陪衬的角色 就负责坐在旁边 堆洗满脸的笑容 对 我觉得在剧情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是 忽人的一些 从抗拒到 屈服的一个过程吧 她一开始的时候 本来有一个 是她要上台 演讲的一个桥段 然后忽然 她先生就出来跟她说 结果那个活动被取消了 所以她只能默默地回家 很奉测的是 里面她的一个 就是她先生的朋友 就走出来说 欸 太太回家啦 哦 那她知道 她再也不可能演讲了吗 所以那个画面 其实是很讽刺的 因为太太本来 穿着一个正式啊 然后看起来 很有气势的一个服装 来到一个地方 想要跟大家做一个翻演说 然后没有想到 那可能是 最后一次 她可能有机会 上海的机会 其实都从 那一天开始 都被抹杀掉了 如果说 真的把神女公司 当成一个 就是性别的一个议题 作为主轴的书的话 这也是代表 就是有些女性 可能也是在 付权的这件事情 上面成为了一个帮凶 但她没想到 她可能间接迫害到 是自己这样子 这里面的所有隐喻啊 都会让你觉得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以我们现在 就是这种很开放 可以有很多 选择性的环境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状态 如果把女性 就简化起来 原来只有这几种样态吗 就会内心 充满了问号 某部分来说 它可能也是 表露出了一些 男性主观 或者是一个 男性本位主义里面的 就是沙文主义 她们的视角里面 看待的女性 那不可能真的 有些人会觉得 女性就是一个 生育的工具啊 很多人 其实到现在还是觉得 就是她之所以要结婚 或她之所以要 交友女朋友 是因为她想要 传宗接代这件事情 如果她把它视为 是一个工具性 或者是一种 目的性的存在的话 这两者就 永远不会是对等的 所以我们才会 在环境当中 强调说 所谓的男女平等啊 男女平权这件事情 当然在很多地方 去追求比例 或者是 形式上的平等 但是其实 更重要的是 回归到背后的精神 你怎么去看待 这件事情 应该说 就之前有很多 男性很喜欢讨论说 既然是两性平等 那为什么女生 会要有女性保留名额啊 或者是 要超过多少的percent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 一体两面的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法案 或法规出来呢 或者这样的规矩出来 我觉得某部分来说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不用 这件事情去限定的话 也许你根本不会获得 比如说这么多的 女性立委 或这么多的 女性委员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 其实我们之所以 要用这个保障名额 我们真的就是为了要 保护女性 有这样足够的一个 比如说参政权 或什么的 那这不是很讽刺吗 那我们要什么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不用 再做这个保护 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我们 不需要保护 这个名额的情况下 也有这么多的女性 可以投入政治 或是也有这么多的 平等的参政权 或什么的 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大家不会在 比方说工作的选择 或者在政治的选择 或者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大家会对女性进行一个 排挤的动作 就是觉得蛮送刺的 就像成功的男人 他们通常背后 都有一个女人嘛 大家很喜欢讲这句话 但是成功的女人 背后通常都没有男人 应该说他们没有办法 分身乏术的去 比方说多照顾个家庭 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女性 其实是蛮辛苦的 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 也更希望自己背后有一个 可以去cover自己那些 表说家务生活 有像是要多一个马大 其实我蛮同意 刚刚就讲的那个部分 因为比如说包括在 一般的职场上面来讲的话 即使你是童年姿的男女 掌握在提拔的时候 只要他们能力不要差太多 原则上一定是 优先提拔男性 第一个男性可能 他不会有家庭上面的 一个负累 他可能会有太太法 可以支持他 但妻子的话 他可能得分身法术 去照顾他家庭小孩 或甚至公公婆婆 就是整个家庭的照顾大任 可能都会落在 这个女生的身上 所以一旦他在升迁之后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这么投入在工作上面 一定会被列入成考量之一 我觉得如果在 这样的前提之下 不是显得非常不公平吗 像我之前有当 国小老师的同学就说过 他说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老师们 他们要联系家长的时候 都会说要联系妈妈 然后后来他才发现 因为每次打去问爸爸的时候 爸爸都一问三不知 然后搞得好像 那个儿子破女儿 不是他生的一样 就不是他家的 但好像普遍还是会 倾向于把照顾的工作 落在女性的身上 如果是你会去看到 很多医院里面 然后来负责照顾的 通常都是女性为主 我不反而说 大家就会刻板印象 觉得女性就是 适合做这个事情 但其实不尽然 性别可能有他 本质上的不同 可是并没有一件事情 是只有谁可以做的 应该说那变成一个 明显的社会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 在这个石女的故事里面 它让阅读者可以去反思说 现实环境是不是这样子 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除了这些价值之外 我们可能还剩下什么 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 很可爱的地方就是 有一个潜在的地下团体 叫做Mayday 那Mayday他们就是 就像那种求救信号一样 他们就是 救救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Mayday的团体呢 就是在协助这些石女啊 或者是这些受迫害的人 可以从激烈共和国 可以逃逸到外国去生活 就是重新过回他们的自由生活 说集里面 这个Mayday没有叙述的很多 但是在影集里面 导演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诠释角度 他让Mayday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他可能只是一个小老百姓 他平常就是帮他做载运工 帮他从AD带到BD 也可能他只是一个家庭主妇等等 他们都可能是任何一个角色 他们只是为了传递一个讯息 为了拯救一个人 离开那些困境 所以我觉得是蛮可爱的一个象征寓意 然后导演也把这个Mayday的团体演得很活 我个人觉得 他在创造Mayday这个部分 是想说如果女性受到这么多迫害的时候 可能是任何一个为不足道的人 他们都可能会成为你的支持者 让你在这些困境当中达到支持 就是他跟他的朋友 有Mayday的交流 然后他就到肉店 领了一叠信件 然后他回去的时候 偷偷运走那些信件 发现那些信件就是 来自于很多很多不同受迫害者 他们写下来的信 然后他们期待某一天 他的家人或者是其他受迫害的人 或者是其他可能拯救他的人 可以读到这个信 然后给他一些帮助 主要就是在那个剧情当中 他就读那些信 然后大哭失声 然后他就把这些信 全部就收集起来 本来第一次要逃离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把他交给了马达 后来他来到很多地方 包括协助他逃逸的 比如说医院的护工啊 或者是载他司机啊 或者是后来一个家庭里面的爸爸之类的 他们都只是一个无名小组 但他们愿意 在这个协助他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被迫很大的生死责任 可能会害他命上皇权 他们也愿意去做 我觉得很可爱 就是他有一天就是来到了一个家庭 然后那个家庭就免为其来收容他 因为其实他那一天的逃逸计划不是很成功 他们就只能勉强地把他收容在他的家里 就是女主要就问先生说 你为什么会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做Mayday 为什么会救我 女主要就问他说 你到底是勇敢还是愚蠢 那个爸爸就很可爱 他就说我一点都不勇敢 那或许你可以知道答案 最后的剧情就是不是很完美 但是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可能在Mayday的这个部分 象征了很多困境当中的一些救援的寓意在里面 我觉得我有收到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玛格丽特艾特舞本身 出了证持的这件事情 或是他在十女故事最后逃逸出去的这件事情 或是被卡车载走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可能会想要给别人一种 你是可以逃离这一切的 也许你可以 他留给大家无限的想象力 而且他给大家一个比较正向的 出口的感觉 我有看一些人他们写的评论会觉得 这是一个没有鬼 也没有血腥的恐怖故事 没错 但我不是说影集比书集 感觉好像更和善的一点 但事实上影集在提到他独演朋友真理的时候 他其实有提到他就从一个家换到另外一个家去 移动的子宫的路线 A这个主教他们家生了一个小孩 所以他就去B主教他们家又要继续生小孩 但他对A主教已经有一些情感了 有一些没来言去的 不应该出现的情愫 但是B主教家的那个太太 虽然对他很好 但是那大主教家就比较符合大家的想象 就是一个恶心 看起来有点年纪的 对状况不胜优良 虽然他那个太太展现出来的一种 异常惊合 对 你轻轻到有点恶心了 但你后来想想这件事情 整件事情都很恶心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这么震惊看 因为我们已经预期了 他要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变成一种震惊八百 去收看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书了 但是第一次看这个的时候 应该会觉得这很可怕吧 没办法左右你的意见 或者没办法逃脱的情况下 进行一个仪式的承报活动 而且要不要把它合理化 对 还成为受精仪式 这是一个制度强暴你的概念 所以大家就是说 这是一个没有血没有鬼的恐怖故事 但我觉得玛格丽特艾特务本身 就是很喜欢写这种 反乌托邦类型的小说 之前有写一部美丽性世界 也是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它就是架空在一个特别的设定里面 然后把它想要阐述的一些元素丢进去 然后让读者他可以借由这些隐喻的方式去 读出他话外之意吧 就是从我们女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当然觉得这本是一个很可怕的书 不知道男性的角度看下是怎么样 是每个人都曾经梦想过 自己在家里当大主教 然后有一个可以带出去当作你花瓶陪衬的一个漂亮的夫人 或是有身份地位的夫人 然后家里有一个供你解决性上面 或者是解决生育上面需求的一个使女 然后还有呢为你打理三餐 为你打扫家里的马大 最后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什么 他们家种起来就是如果夫人加上使女 加上马大加上精进太太 她就是完美妻子 他们还不会跟你争执 对方不阅读也不会文字 好可怕啊 功能性的角色 这是不是一种男性梦寐以求的国家啊 我们不是要污蔑男性 是不是有些男性也觉得 女性一定要适智可以阅读可沟通 能够做文化交流 我们当然不是要污蔑男性 而且说 其实说不定每个人都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 但我觉得他某部分来说 就真的是反应那一种 社会对女性的一个刻板印象 跟刻板的期望吧 所以我觉得他留给大家的反思反而是更多的 然后每个人可以从里面 或者是从第一次读 跟第二次读会完全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不是基督教徒 所以他里面提到很多隐喻的东西 我可能没办法详细地解释给大家看 但如果大家觉得很有兴趣 包括我们刚刚有念诵的桥段或者是段落 你觉得他可能有更深的遗憾在里面 也欢迎可以回馈跟我们做分享 我不知道玛格丽特·莱特姆本身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但其实有很多女性主义的学家 他们其实在研究的时候就会觉得古代的经典 或者是18、19世纪以前的那些男性所创作的作品 在里面书写的那些女性都会有某部分 就是很压抑女性的可能会写出一些类似于 就是女性不用试肢会比较好啊 或者女性最好就是安分手指啊 就闭巾嘴巴 或者是女性根本就不需要出头 可能西蒙普娃他的第二次里面可能有提到一些古典的经典里面 他们对一些女性的贬低的书写吧 所以我觉得说不定 玛格丽特·埃特武引用了这些圣经的段落 去阐述他这个激烈共和国的情况 我觉得某部分来说他说不定也是想要表达 圣经可能有些部分 放在现代来说已经不那么合时宜了吧 没错 那可能有些东西在现在看来是相当荒谬的 但是呢他还是作为一本宗教经典 而被大家所传唱传唱 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可能他有想要参讨的吧 但因为我也不是基督教徒 原来我们都不是啊 对啊我们是异教徒在那边讨论圣经耶 这本书真的很不错 然后现在跟我们下次要就是跟大家介绍的证词 然后可以搭成一组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欢迎就是一起收入 就天培文化呢 他们其实在证词出版之后 他们就又重新出版了 就把诗女的故事跟正直 又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封面 就重新出版一次 所以害我买过诗女 还是再买了一套 他们的新出版的套书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收购 也购书跟我们一起阅读 然后把你读后的心得 或者是你看完影片的心得 也可以回归在下面跟我们做分享 还有讨论哦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